漫威队长,欢迎收看本期漫威一周大事 过去的一周里发生了太多奇问意识 漫威圈内,奇异博士2又遭到粉丝辱骂 永恒组演员被捕,漫威圈外 最重要的当属华纳宣布DC战略性挑战 其次,闪电侠演员埃兹拉米勒被取消限制令 德普艾梅娜的家暴案再起反转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吧 4月13日,奇异博士2遭到网友的接连攻击 原因是漫威与Funkio联合发布的美国小姐玩具 肤色比角色本身浅得多 这被粉丝认为是一种刻意的肤色修饰 将一个有色人种白化,涉嫌严重的种族歧视 在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抗议后 漫威和Funkio迅速调整了玩具的肤色 最终变成了电影里黑棕色的皮肤才平息了争议 由种族平等问题而引发的肤色问题 近几年一直是欧美国家经常出现的社会矛盾 但因为玩具肤色问题而骂漫威 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4月15日,根据《帝国杂志》的最新采访 漫威确认了惊奇女士聚集版的超能力 将会与漫画完全不同 艾芳恩提到,聚集中卡玛拉的超能力 将被一个神秘手镯所取代 当它戴在手腕上时 手镯将赋予它强大的宇宙力量 以及具象化紫色水晶的能力 这意味着它在漫画中能自由伸展四肢的能力 将被外星科技手镯所取代 甚至比起原作漫画还要更加强大 不过,也因为《金奇女士》聚集中的改编 与《隔壁DC》绿灯侠有些相似 也经常受到DC粉丝的不满 不过,我们也不能仅凭预告就下定论 一切还得等到6月8日《金奇女士》开播后才能知晓答案 这段时间以来,好莱坞就没有一周是消停的 前有闪电侠埃兹拉米勒被捕 近日,永恒主理饰演德鲁伊的巴里基奥汉 也于4月10日在都柏林被捕 原因是他遭到附近一名本地居民的举报 警方最终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将他逮捕 然而,和埃兹拉不同的是 巴里基奥汉在被捕后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原因是他其实只是喝多了 当警方赶到时他还在呼呼大睡 而当地人举报他也仅仅是觉得他有可能扰乱社会公共治安 据调查,他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 事后警方也没有收到其他的指控和报案 虽然基奥汉最终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但这件事也告诫我们喝酒要适量 否则,哪天你可能宿醉醒来就发现自己被关在橘子里了 在探索传播完成对华纳传媒价值430亿美元的收购后 新组建的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宣布重新调整DC的战略 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一,新任CEO扎斯拉夫宣布 将寻找一位像漫威凯文废奇一样的领军者 这人需要创意和战略兼备 不过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二,DC内部需要进行一次由上到下的思路梳理 从现在开始要对未来进行清晰的创意和品牌规划 不能像过去那样招领膝盖 前后政策发生矛盾 三,要对像超人这些被遗弃的顶尖角色注入新的魂领 同时也要注重小丑这样原创独立IP的持续产出 DC接下来的项目包括雷霆《沙战2》 《海王2》 《闪电侠》 《黑亚当》 《神奇女佳3》 以及传闻中的《无限地球危机》 希望这次改革能让DC重新焕发生机吧 电影版《闪电侠》主演艾斯拉米勒被爆出在夏威夷被捕一周后 该事件再度迎来最新进展 根据《瓦尔多斯塔每日时报》报道 此前要求对艾斯拉米勒实施限制令的夏威夷夫妇 在近日正式撤销了该请求 在过去的几周里 29岁的米勒连续卷入吉堂丑闻 3月27日 米勒在一家酒吧闹事被逮捕 被保释后 米勒又涉嫌威胁一对当地夫妻 遭到了当地颁发的限制令封锁 然而在限制令发布近三周后 这对夏威夷夫妇突然向法院申请放弃对米勒的限制令 根据官方文件显示 这对夫妇不仅要求法院驳回此案 还表示未来不会在任何场合对此时发表任何意见 目前还不清楚这对夫妻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让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 虽然限制令已被驳回 但米勒被捕的听证会仍会在4月26日举行 而这对夫妇原本会成为重要人证出席法庭 但现在看来很难再从他们的口里听到任何信息了 约翰尼德普和艾美博的家暴案正在审理中 在最新的庭审里 艾美博方指控德普曾对艾美博实施性侵以及虐待 4月14日 艾美博的律师在周二的法庭上指控德普进行性侵 律师称 性侵发生在一次为期三天的停电期间 德普在这段时间里面对艾美博进行了性侵和虐待 同时由于停电这一切的证据都没有在当时被及时保留下来 由于指控的严重性 法官决定直接绕过律师在下次开庭时直接听取艾美博本人的表述 而德普方指出 艾美博此前从未对德普提出过这种指控 并且在过去58年里 没有任何一名女性对德普发出此类的指控 艾美博对德普的指控非常严重 甚至可能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 为此艾美博必须提供证据来证实他的说法 两人的纠纷愈言愈裂 艾美博在开庭前才发布了一篇对德普的告白推文 紧接着就在法庭上说德普性侵 一连串的公式可以看出艾美博是有备而来 两人之间的战斗将如何收场 我们还需要等待法院的后续审理 以上就是本期漫威一周大事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还行 就请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资讯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